阿嬤,阿嬤,阿嬤,你要去做是嗎? 一間中途,來吃飯休息喔 媽媽媽,你怎麼睡著了? 什麼事?現在幾點了 現在已經會保三點二十分了 什麼三點二十分,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去,快點去 快點去聽 魚館好時光 我們請去看 這間大部電影 很高興 我們請客人 請客人 請客人 大家好,歡迎收聽 喜好公布電台AM738143 二郎一五九三千一 漁光好時光 第一次在訪台節目 我是阿嬤 是在每個星期 會補三點才聽到阿聰在這裡主持 那現在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緊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也是來到電腦頭前 搜尋到我們的漁業廣播電台 在公佈電台的面積 還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直播正在進行 就讓我們看到阿聰在這裡跟你說話 那旁邊有我們的帥哥總幹事 坐在旁邊 現在可以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跟這個直播按讚加分享 分享出去 這樣就有機會來獲得我們今天 我們農會所準備的 精心準備的農特產品 就有機會可以來獲得 那大家已經能看到 我旁邊有這個帥哥總幹事坐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來自我們新特的瓊林鄉農會 何寬府何總幹事 總幹事你好 主持人阿聰 以及雨廣好時光線上的聽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總幹事何總說今天來這裡 就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新竹的這個 瓊林鄉農會的一些農特產 那大家應該也看到現場 滿滿的 包括很可愛的小豬 這包是什麼 不知道 沒關係 但是就跟你說 這一包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隻豬 其他的產品 待會也都會來一一介紹 那現在 我們就趕快先進入我們的 最狂拍賣員喔 歡迎來到飛鴨電台 百會公司 不管你是要想要想新的朋友 想大台電視 也就是最好玩的電動 你們這裡 通通都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 這樣到底這間百會公司是在賣什麼啊 這裡有 每一個人對高雄土地的熱情 對餘生環境的建築 對理想的追求 也還有對家裡中部的聽眾 不得公地香 不會公火紅 想要知道後來 到底是賣什麼喔 請尊時收聽 飛鴨公報電台 略公拍賣員 最狂拍賣員 來自新竹的瓊林鄉 那首先 就請我們的何總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新竹這個瓊林 應該很多人都沒聽過 可能大家對新竹的印象 就是留在新竹市區那一邊 那這個瓊林 到底是在哪裡呢 其實瓊林喔 就是在 我們位在地理位置上來說啦 如果扣除瓊林的十三鄉鎮中 其中的尖十跟武峰的高山 兩個高山鄉鎮的話 其實瓊林的位置位在於 新竹縣的地理位置的正中心啦 它其他周邊的 鄰近的鄉鎮包含了 可能大家比較知道的 竹北 竹東 關西 新埔還有橫山等五個鄉鎮 那瓊林喔 事實上 它是新竹縣面積最狹小的鄉鎮 它只有40.74平方公里 它的形狀在地圖上看來 比較像一個葫蘆形 一個葫蘆形 對 也有人說它像小堤形 小堤形的形狀 然後它最主要的交通道路 包含了我們的國道3號 國道3號的竹林交流道 90公里的地方的交流道出入口 就位於在瓊林 那另外另外的道路還有 六十 六十八號道的東西向 東西向道路 以及一二零的線道 那瓊林鄉最主要的河川就是投錢溪 投錢溪 所以說現在像瓊林鄉 它也算是一個蠻多交通要道都會經的 可是過去就是只差鐵道 鐵路沒經過啦 不過沒關係現在到瓊林 像國道3號也可以直接到了 所以大家去瓊林其實也是可以蠻方便的 那在這裡總幹事已經介紹 我們的瓊林鄉農會的一個 大致上的一個地理位置了 那在這裡阿聰要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忘記說了 就是我們節目今天 我們很難得在北部的錄音室 這邊來做主持 那待會我們一樣會有一個抽獎的動作 抽獎的一個活動 那今天總幹事說 今天如果觀看人數 一直很多很多很多 它會一直加碼上去 就一直加碼 對沒錯無限加碼 準備了很多東西啦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膨脹 而且今天送的東西真的很澎湃 就是基本上檯面上看到的 橘色的東西 你都有機會拿到 橘紅色的東西你都有機會拿到啦 所以說基本上大家要認真在聽 那原則上我們一樣就是35人以上 我們就會送出第一份 那55人就會送出第二份 然後接著就是看大家人數有沒有持續往上爬 越來越多 那送出的份數就會越多 那因為今天在台北我們做這個直播 我們今天就沒有接這個call in電話 所以我們聽眾朋友 專心聽節目 把親朋好友一起叫進來聽 這才是最重要 不用想著什麼時候要打電話來搶答 今天沒有搶答這個 這個階段 所以大家專心聽節目 然後待會我們公佈通關密語之後 就可以來參加這個抽獎 那剛剛既然講到我們 其實琼琳香說 說起來其實也不算很大嘛 對 那但是他們的農特產品 好像也蠻豐盛的咧 尤其是大家看到這個橘紅色 大家第一個印象 啊上面就有字了 上面就有字了 嗯 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 橘紅色就是想到我們的番茄 沒錯 這是我們琼琳的一個 代表的一個農特產品 那我們請總幹事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琼琳還有哪一些農特產品呢 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我們琼琳的地理位置 就是主要的經過的河流就是頭銜溪 那事實上頭銜溪它是水源是 源自於雪山山脈 那水質非常的乾淨沒有污染 那加上它的土質啊 是屬於沙葉鹽的老蔥基土 所以它土質非常的肥沃 所以在琼琳不管是丘陵地 還是我們的平原 都非常適合來種植蔬果 那琼琳最主要的三個農特產的種類就是 第一個是番茄 另外第二個是橘子 第三個就是水稻 這三個是最主要的一個農特產品 對對對 那我們除了原本農特產品之外 我們也用農特產品它的特性 來去開發了一些商品 那先講到番茄的部分 那事實上琼琳是在59年的時候 都開始種植番茄 那番茄種類很多 那琼琳有種植的番茄種類 包含了有牛番茄 黑柿 粉柿 那粉柿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粉柿就一般我們俗稱的陶太郎 陶太郎 陶太郎大家應該比較有聽過 對對對 那當然也有育女勝女等品種 那我們因為在地有種植番茄的產品 所以我們農會每年12月 也會辦理番茄的文化節 產業文化 對來做一些推廣跟行銷 那除了我們種植的番茄是 生鮮的產品蔬果之外 那我們也想說 如何把它融入到我們的 其他的自有產品裡面 那後來我們去了解了 在醫學上有介紹到 番茄含有豐富的茄紅素 茄紅素對人的身體非常的有益 所以修有句話 番茄紅的醫生點就綠了 對 這是義大利的諺語 就是番茄紅的醫生點就綠了 那既然番茄含有豐富的茄紅素 那我們就想說 怎麼樣把它融入到 我們生活中的一些 食用品當中 那米食有倒米的 那我們另外想到就是 如何融入在麵食裡面 融入在麵食 對 我知道說那個番茄的茄紅素 好像是加熱過後 它茄紅素比較容易示範出來 那會加在麵食裡面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是的 沒錯 這個阿村非常的內行 知道番茄茄紅素要熟食 比生食更容易吸收 那也是因為說 番茄的茄紅素的營養價值 所以我們就是想到說 要把它融入在麵食裡面 我們的做法就是 將番茄先烘乾 烘乾完之後磨成粉 然後再配合麵食去製造相關的產品 那新竹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新竹米粉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番茄 變成米粉 變成米粉 真假 番茄就變成米粉了 對 那我們也做出了番茄的拉麵 就是這個 番茄拉麵 番茄拉麵 剛剛拿出來的 那另外我們也有製作出番茄米粉 就是把新竹的特產米粉跟番茄來做一個結合 所以番茄米粉也就跑出來了 另外我們也想說 不要只有吃 我們要有喝的 所以我們有製作這個 番茄汁 番茄汁 對 這個番茄汁的含量 果汁的含量高達70% 它飲用的口感 會超乎你的想像 它當然番茄有點微酸 但是喝起來是非常順口的 這個我可以做這樣 因為其實我喝過一些市面上 所販賣的一些番茄汁 那有一些可能有加鹽巴吧 喝起來就有一點鹹鹹的 那個口感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有一種過鹹 過酸啊不是過鹹 過酸的那種感覺吃起來就是 而且因為他們都基本上都裝在那個鐵罐裡面 所以喝起來有一種就是鐵罐的一個味道 特別的味道 對特殊的味道 那剛剛總算是說 他們瓊林的番茄汁不一樣 因為他們 果汁含量至少基本上都有達到70% 應該說70%以上 對 70%以上 那喝起來的確還滿順口的 就是喝起來就是因為帶有微酸 但是它就不會有像他們其他的那個番茄汁有一點嗆 因為太酸的話就會有點覺得 喝起來喝不下去 對 接受度會比較低 對 然後就是這喝起來還滿順口 就是你如果不敢喝番茄汁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剛剛看到有人在下面 哇留言都說番茄汁好吃 好喝 然後加入梅子粉 就是在做特調的話 番茄加入梅子粉之後 然後就是會變成就是番茄梅子 對 這也是一種特調飲料 因為外面好像果汁 外面加梅子粉 加進去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喝法耶 他說 啤酒加番茄汁 好像還不錯喝 真的會有人這樣喝嗎 這個確實 因為我們自己 在崇林鄉就有在推廣這個番茄汁嘛 事實上我們很多的場合啊 聚會的場合 我們都會去行銷我們的番茄汁 那確實也有些人在飲用 一些酒精類飲料的時候 會加入番茄汁 那確實我們番茄汁的銷路也提升了 它酒品的銷路也提升了 打造雙飲 對對對 兩邊都有就對了 就是那邊也喝 然後這邊也喝 兩邊都有喝 然後帶動兩邊的銷量 沒錯 所以這也是一種特別的喝法 沒錯 這好像在外面比較少聽到這種喝法 那經過這次的介紹之後 應該銷路會增加不少 大家可以來喝喝看 不過在這裡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喝啤酒 我們還是說 喝完酒之後就不要開車喔 未滿18歲也不要喝酒 記得 要喝的要滿18歲 喝完酒之後 如果你有開車就不要開車喔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喝法 對 然後剛剛有人好像說 加那個做成番茄牛肉麵 他說把番茄汁煮牛肉麵超好吃 欸你們的加了番茄汁也可以直接這樣做 應該講說這個我們通常在煮牛肉麵的時候都會加一些牛番茄 對 那就是去做調味 那因為我們的番茄汁它原本的產品就是包含了牛番茄 黑石這些 所以而且它的含量 好吃含量過高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湯底 去做調味 做湯底調味就是番茄牛肉麵的概念 對對對 這其實番茄汁有這麼多元的 過去真的不知道 真的就以為好像是單純這樣喝而已 沒想到還可以做這麼多的一個用途 所以這番茄汁真的好用 那如果還沒喝過瓊林香農會所生產的番茄汁 欸今天看這個節目的你 欸有福了喔 今天有機會 你可以喝到喔 剛剛有講到齁 我們先來公布一下我們今天獎品好了 讓大家多一點期待 那今天的獎品齁就是原則上 我們可以請 就看到畫面這個 其實還蠻豐盛的 就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只能拿一小樣喔 是一個人 你可以同時拿到番茄拉麵 然後番茄麵線 還有我們的番茄汁三瓶 我們用套裝飾的方式來做這個贈品 欸對對對 就整套 整套你今天都有機會拿到喔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 特別來注意我們通關密語公布的時間 你如果是錯過這個公布時間齁 你可能就今天沒機會拿到這個獎品齁 所以趕快齁 而且總幹事說今天真的送禮會比較大方一點 所以今天送出的份數齁 就大概只有三份左右 今天絕對會超過三份的齁 只要大家趕快把人都揪進來齁 就可以了齁 那這個 大家都說 哇 番茄汁跟番茄拉麵都好好吃 欸 怎麼大家好像都知道 我們的番茄麵很好吃 對啊 這是我吃過的 對 欸 有人說都很好吃 但是他還買來送人耶 哇 所以大家都這麼支持我們家的番茄汁 這要補充一下就是 事實上我們這個番茄拉麵 這個造型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事實上它也是我們新竹2023年的這個禮品類的良品 這也是我們直銷站的銷售人氣網 銷售人氣網 對對對 它是不是模擬那個番茄的樣子 對 有點在模仿它 但是看起來 看起來就開啟啊 就是它的葉子 就是它的葉子 然後這個是它的本身果 對對對 只是原本來是圓的 然後變成是方的而已 對對對 所以這就是番茄造型的一個禮盒 對 欸這樣送禮很大方耶 而且它也不吃那種 就是人家送禮 人家說紅水黑大斑 我們雖然不是紅色的 但是橘色的其實也很討喜 美觀實用 美觀實用 又健康 事實上茄黃素真的它的 醫學療效非常好 它可以抗自由基 對癌症也有有效的一些抑制的功效 對我們的皮膚啊 紫外線這些 傷害都能夠減緩 甚至對男性的一些功能也有幫助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番茄拉麵 番茄麵線 反正你要補充茄容素 我們這個直接買回去 欸有時候自己煮番茄 大家想說番茄水煮我要怎麼煮才會好吃 然後番茄炒蛋有時候煮失敗又變得不好吃 沒關係番茄拉麵直接拿回去 切紅素該補充都有補充到 那因為剛剛有好像有觀眾朋友在問說 那個番茄汁是要放長溫還是要放冷藏 它長溫可以嗎 番茄汁可以放長溫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在加工過程中是經過去封煮過 才會把它結紅素激發出來 所以它的長溫儲存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番茄汁你平常如果買回去 還沒有熬要喝齁 你想說長溫的放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夏天想要放冰箱的話應該也是可以齁 它冰過的風味更好 冰過風味更好 所以大家如果夏天現在天氣 最近外面天氣都這麼熱 然後喝冰冰的也是很好 但是有一點提醒大家 如果那一瓶已經開過了 就要放冰箱 就不要再放長溫的 因為它可能會壞掉 如果沒開過的話放長溫可以 那如果說已經開過的話 那我們就是放在冰箱裡面 哇這個番茄就已經引起這麼熱烈的討論 真的大家對這個番茄 應該很少外面有賣這個番茄麵 然後大家對這個番茄麵真的是 既新奇又熱烈討論這樣 那介紹完番茄之後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齁 就是剛剛總幹事有提到說 我們瓊林除了番茄以外還有米 這個米厲害了耶 他們以前有叫貢 是叫貢道嗎 貢米 貢米 為什麼會叫貢米 這個貢是貢品的貢 為什麼會叫貢米 其實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啦 就是其實最主要是 受惠於頭銜吸水源的良好 還有土壤的肥沃 那當初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稱他們自己為內地 把日本稱為內地 他們發現因為在瓊林這個地方的水質 跟土壤這麼肥沃 他們是想說 能不能把他們的米拿來瓊林的地方種 我們就把他們蓬萊米的品種 來到瓊林來摘種 摘種完收割之後發現 這個口感 這個風味 都超過他們在日本種的風味 對 所以那時候就把這個瓊林的 這個骨倉變成他們的第一骨倉 這些栽種的米 他們都拿回去 貢獻給他們的天皇 真的是進貢給天皇的 對對對 這個事實上我們在做一些 相鮮一些歷史文物資料訪查的時候 都有些奇老跟我們講這些故事 對 所以這個確實有說 瓊林的米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有被日本那時候拿回去 進獻給天皇跟貴族來使用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貢米 對 所以這是天皇在吃 天皇等級在吃 天皇米 天皇米就對了 對對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變成把它 直接用在地的名稱叫瓊林米 對對對 那其實大家應該 除了看到這一包米以外 那旁邊一直有一隻 其實應該認真看 它就是一個用米袋做成的 但是為什麼它是一隻豬的造型 而且它做得好可愛 是一隻豬的造型 我想請總幹事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包應該也是米吧 是米沒錯 那這一包為什麼是豬的造型呢 這個事實上我們在做這個農業啦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結合一些產品的行銷 那事實上我們農會的同仁也非常的用心有創意 那因為我們中國人非常重視這個傳統的一些禮書啦 所以讓我們知道說都有所謂的中原普渡 對不對 然後會有一些還有廟宇的建教 那這些祭典都會用到所謂的一些 之前都是用沙大豬啊 真的沙大豬啊 用雞啊雞來做祭祭 中原祭的時候有那個賽神豬 對對對 我曾經去看過賽神豬的現場 對然後就是覺得那個豬在海邊也被宰殺之前 整隻味道很大隻 而且他都已經動不了了 對 這是看起來有點於心不忍啦 對 那事實上現在動保團體 他這個意思也抬頭啦 所以你現在做這些 原本傳統的一些祭祀的行為的時候 會比較多一些爭議啦 所以我們同仁的創意就是 既然能夠如果可以避免的話 我們就用另外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們想說用米做成米豬 那米豬就可以配合這些祭典的時候來運用 那我們這隻 台邊上擺上這隻小小的小米豬 對 非常的 造型非常的Q萌又吸筋 對對對 它這個是 十斤的 十斤的重量 這一包有十斤 對這包有十斤 看起來小小隻而已耶 它竟然有十斤的重量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那中原的祭典的時候 它是需要殺大豬嘛 對 那我們可以依照客製化的需求 最小我們做十斤 最大我們可以做到兩千斤 兩千斤 就模擬大豬 模擬大豬 那這個第一個 它如果拿出來做祭祀 它一樣可以取代原本的祭品之外 那你在祭祀完之後 你做分食 也方便 而且 它又可以常溫來做保存 對 而且在炎熱的夏天 也比較不容易說 在祭祀過程它就有變質 對 而且達到它的功效啦 然後經過我們這幾年 在推這個產品 這也算產品嘛 事實上它的銷路非常的好 而且口耳相傳 除了可愛的造型之外 當然也有共鳴的特性 回去之後 都有很多回頭客 對 就是因為它其實也是 進貢的一個天皇等級的一個米 對 所以它米 其實大家就想說 拿這個 大家回去 不用再那麼大隻豬 有時候要馬上吃完 也很難 一般家庭 你要叫它宰殺一隻豬 也太多了 那剛好用這個剛剛好 米可以慢慢吃 就可以把它吃完 而且它其實真的很可愛 而且它手裡還拿個一個 永保安康 對對對 就是吃過的人其實都可以很平安 然後這次用來拜拜也是還蠻適合 所以你們有在做客製的話 有 如果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打電話 跟你們做這個訂 沒錯沒錯 對 所以說觀眾朋友如果今天有聽到 過去還不知道 現在可以用這個造型來頂替 就是過去我們可能要宰殺豬隻 然後來取代這樣一個動作 就是用成我們這個豬造型的一個貢米 這個其實也算滿不錯的 對 所以就是剛好也可以帶動我們窮林鄉的這個貢米 有番茄稻米還有橘子 但是現場好像都沒有看到任何橘子的東西 我一直想說橘子到底在哪 對 我知道現在不是橘子的產季啦 但是可能想說橘子應該有一些加工品存在吧 但是我好像都看不到它 這個橘子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來請總公司來跟我們揭曉一下 這個橘子到底跑去哪裡 因為橘子的產季大概都是在12月到2月之間 所以現在確實不是橘子的產季 那窮林的地形有丘陵地 所以它也非常適合種植柑橘類的產品 那從前窮林特有種就是海梨桿 海梨桿它的口感非常受到人家喜愛 還是因為它比較不酸 對 所以有吃檳榔的人跟抽菸的人 非常喜歡吃海梨桿 因為它吃了反而不會有那種口酸感的感覺 對 所以那時候 海梨算是比較甜的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窮林的海梨桿 是非常有盛名的 應該敢誇口講啦 全台之冠 就是賣到這個名聲同人知道 對對對 但是後來因為一些氣候的變化 因為這幾年大家都感受到 一些我們極端氣候的改變 後來慢慢的我們也去調整 去增加柑橘的種類 雖然現在都市發展比較快 科技發展比較多 所以現在其實物農的沒這麼多 事實上柑橘的耕作面積確實有減少 但是窮林它的量雖然有減少 但是我們的質跟數量品種增加了 從前到大概就兩三樣的柑橘的種類 現在很多樣 現在有筒肝、碰肝、帝王肝、茂骨 等於是好多橘子的種類 我們那邊都有在種 對 所以窮林加起來有十餘種的柑橘的種類 那當然現在不是產季看不到食品 那當然我們也想說 農產品的產季就只要短短的可能幾個月 那如何把它變成另外的產品 提升它的價值 對 提升它的價值 那我們現在知道很多農產品 它的一些果皮都可以做一些另外的運用 像是精油之類的 對 精油做清潔劑 那我們後來有去找生技公司來談 覺得我們的柑橘的品質這麼好 它的皮、果皮是不是可以做什麼運用 沒有運用跟它就怕生 對 果肉吃掉、果皮丟掉 感覺就浪費了 對對對 所以後來就去生技公司去談完之後 了解完之後 我們就委託它做保養品的研發 喔 保養品 對 保養品的研發 橘子皮下去做保養品 對對對 那經過生技公司來研發之後 事實上 我們有研發出的 我們這個 橘翠的保養品 總共有 九個種類的保養品 其實還蠻多的 那包含從 呃 洗鹽的 我們有從洗點的洗鹽 洗鹽的 再來還有包含 洗鹽的 保濕的 對 包含美白 包含隔離霜 這一系列的產品 我們都有研發出來這個 橘翠類的保養品 所以事實上 它的功效啦 農會童年有使用 都反應不錯 那我個人也有使用 感覺上應該還可以啦 那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總共是使用的新的 因為我個人的膚質是比較油性的 那事實上我在使用我們自己 橘翠類的這個保養品之後 我感覺到 從洗鹽開始 到我去擦這些 呃 玻尿酸 保濕類的 還有隔離霜 都 比較沒有那麼 油感 嗯 而且在擦的時候 它是比較通透的 比較容易滲透到你皮膚裡面去 那我現場這個玻尿酸的部分 我請我們的主持人來試一下 來 來推一下 來推一下嗎 推一下看看 現在給總幹事來服務一下 看在這個主持人的皮膚上 它的吸收度如何 嗯 就是我們再把它推開 對對對 推開看它的吸收度 因為推完之後 事實上它吸收進去 然後不會有油膩 不會有那個黏膩感 欸其實它不會太油欸 因為有一般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玻尿酸 它用下去好像都比較油膩 有點黏稠黏稠的感覺 對 而且好香喔 對 還有一種橘子的 橘子的 橘子的 清香味 剛剛點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感覺 然後就是 抹開之後 那個味道就一直出來 一直出來 這跟一般的化妝品 聞到的那些香精 不太一樣 這是 還滿天然的 而且這味道聞起來很舒服 對 而且它其實 很快就吸收掉了 對 對啊 其實這還滿好用的欸 嘿 哇 這是我們難得把那個橘子皮 等於是 那個農業廢棄之材 然後就是再活化 多元化利用 多元化利用 對對對 就是把它再產生這個 這一系列橘翠的一個保養品 而且大家如果說有興趣 像現在看到這些圖片 這就是我們的保養品的一個包裝 雖然不比那些大牌子 不比大牌子 但是它其實還滿算滿天然的 對對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我們 琼琳香農會的官網上面 都可以看到這一系列產品 因為現場時間有限 然後加上 那也沒辦法說一直讓大家去 Focus在這個產品上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去找 這在官網上面 其實都有這一系列的產品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來到我們的3點51分了 大家一直很期待說 什麼時候有機會拿到這個番茄系列的產品 今天真的還滿支持 有100多人 有100多人 那總幹事 你今天可能要送很多 送很多份出去 今天有這麼多人 那我們就是這邊有一個通關密語 要麻煩我們總幹事 來幫我們公布一下 大家應該最期待的是這個時候 這個通關密語 我們今天的通關密語就是 非奉傳情 共到穹林 大家可能就對這個意思 非奉傳情 共到穹林 什麼意思不太了解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請總幹事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大家現在就是最重要 就是趕快先留言 我怕等一下4點過後 小編就不理你的 就是在我們這個 目前這個直播幫我們按讚 然後在我們的臉書 日夜廣播電台 約廣播電台臉書按讚 然後我們的穹林相融會的臉書也按讚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活動訊息 或是最新的產品資訊 都會在上面 然後take三個好朋友 加指定留言 非奉傳情 共到穹林 然後這八個字寫在一起就好了 不用特別把它分開 或加小數 那豆號 都不用 那個標點符號都不用 不然小編會找不到你 然後公開分享出去 記得再公開到個人的臉書上面 這樣小編回去搜尋的時候 才能找到你 要記得是地球符號的 這樣就有機會把我們剛才那一組 就是我們今天 那個我們導播可以幫我們秀一下 那一組產品嗎 就是可以把我們的番茄拉麵 然後番茄麵線 還有三瓶的番茄汁 番茄汁 都一次帶回去 這三個是一組的 一組直接讓你帶回去 你可以享受到拉麵 麵線還有番茄汁 看回去要煮什麼番茄牛肉麵都可以 不會牛肉沒有附喔 牛肉要自己去買 就是可以回去 然後就可以來 直接享用到我們的番茄麵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 飛鳳傳情共到瓊林 大家可能對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尤其是飛鳳傳情 這四個字啊 可以有什麼意思 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飛鳳傳情喔 其實飛鳳傳情 飛鳳兩個字喔 事實上就跟我們 琼琳鄉的 那個觀光景點有關聯 琼琳鄉有一個飛鳳山非常有名 所以假日或品質都非常多的 登山客去做一些 登山建行 登山建行 它也是從前 也曾經是我們新竹縣的 八大景點之一 那另外也會連結到就是我們甜媽媽 甜媽媽 農會都有所謂的甜媽媽 那甜媽媽 甜媽媽就是 那個 有一個叫我們甜媽媽 飛鳳傳情的謎點坊 其實甜媽媽在我們 琼琳地區也非常有名 就是大家有機會 可以去那裡吃吃看他們的餐點 在地的餐點 已經經營了二十幾年 創立了二十幾年 也曾經獲得不少 比賽的優勝 就是他們煮出來的餐點 也一定是一級棒的 對對 會有非常多拿手的客家菜 包含了客家的蜂肉 客家小草啊 還有一些客家傳統的米食 像我們講的七爸 客家湯圓 這些都是我們 甜媽媽的拿手菜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來到瓊嶺 一定來我們 甜媽媽來做一些品嘗 記得找飛鳳傳情 對對對 不要找錯覺 對對對 就是找飛鳳傳情 甜媽媽飛鳳傳情 然後你只要輸入這四個關鍵字 應該就可以找到了 那貢道瓊嶺 大家就應該知道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稻米 就是有貢米之稱 所以叫貢道 那瓊嶺當然就是我們的地名 對對對 對然後這八個字 大家都大概知道 所以趕快 趕快留言喔 四點之前留言都有效喔 就有機會 來得到我們今天的 番茄的一個系列商品 那剛剛介紹這麼多 我想說總幹事 如果我們想要去買這些 不管是保養品也好啊 吃的用的也好齁 那我們可以去哪裡購買呢 那事實上 我們農會的產品的行銷啦 包含了實體店面 網路還有電商 那實體店面部分 我們農會 只有兩個直銷站 一個是上山直銷站 一個是富林直銷站 嗯 上山直銷站是比較靠近 我們琼林的市區 富林直銷站是比較靠近 竹林交流道 嗯 那在網路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 在網路上搜尋 琼林區 的連結 就會跑出我們的 琼林特有的自有產品 可以去做選購 那事實上 我們也結合了 電商的部分 事實上 我們要靠電商才能夠去拓展它的通路 事實上 我們的電商也有結合了 南農 南農店鋪 南農店鋪 南農店鋪最主要就是 台灣在地優質的 農魚產品的專賣店 這在網路上搜尋 也都搜尋得到 我們的產品也有做上架 對對對 那另外 有一個農創 農創電商 普利共好的商城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普利共好的商城 把我們農會的產品 推廣到82家農會 都有在做協助做銷售 所以跟他講的實體界面 網路跟電商 都可以來做 做購買 做購買的動作 對對對 剛剛有人 對這隻米豬很有興趣 他想說 像這樣10斤的米豬 它大概多少價格 10斤的米豬 我們目前的定價是480 480 當然 依據它的重量增加 它的價格又會有所調整 會慢慢微幅的下降 對對對 當然當然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 就是看你要訂大隻小隻 價格會 就以量自價 對對對 你量如果比較多 當然會有一點 優惠 對對有所優惠 會有一點優惠 優惠就對了 那時間來到現在 已經來到57分的節目 也即將進入尾聲 剛剛總幹事有介紹那麼多 可以購買我們的 窮林鄉農會的商品 如果說你聽了 好像講得有點快 聽不太到哪裡 沒關係 小編在字頂留言 都有把網址貼上去 你只要點上去 有問題 也可以直接上面去打電話去問說 那個東西我要去哪裡買 比較方便 打電話 上面有電話 有我們新竹窮林鄉農會的電話 然後他們的官網都在上面 或是直接到他們的臉書上面 來私訊小編也是可以啦 都會得到一個回覆 對於產品上有任何問題的都可以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來想說 有時間要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食農交易 聽說他們食農交易也是很厲害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食農交易這部分 很難再跟大家講 不然這隻食農交易 其實可以帶小朋友去體驗一下 我們的稻米 稻米的一個生產過程 對 這是還蠻豐盛的一個部分 不過沒關係 有機會 下次有機會 再邀請我們的何總來到我們現場 來講一下食農交易體驗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推廣給大家 讓大家更認識我們 琼林鄉農會 不只我們的番茄麵好吃 因為大家剛剛一直說 番茄麵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買去送禮也很好 不只番茄麵好吃 其實他們的稻米也很厲害 甚至他們的保養品也是相當棒的 有機會 大家來到琼林 就是可以把這些 都帶回家 最好全部都帶回家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何總 來到我們的最狂拍賣員這邊 介紹這麼多 那我們最狂拍賣員 下回再見囉 拜拜 iken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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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